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也没有设计一个很好看的图片 你们发现我的图片 我每个视频都有一个那个图片 还蛮好玩的 因为那个需要花一点时间设计的 只是价钱浮动太快 所以我没办法说 出那种视频的话就 把封面都做好给大家 所以如果大家喜欢这种视频的话 请在评论里面说 让我到时候可以 就除了这个新闻以外 新闻可能三两天 有新闻再出一次 然后价钱浮动的视频 我可以长出一点 如果大家关注这个价钱比较多的话 像我们可以有两个系列 一个是比较多是价钱分析为主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简单的价钱分析 然后新闻为主 好 那我们不再废话 我们进入这个简单的价钱分析 首先我想说一下 因为我看到每个人策略都不太一样 当然我自己 我自己策略是这样子 因为我们现在是进入一个很火热的一个牛市 我们在见证美国的一个mass adoption 世界的一个mass adoption 所以在我心里中 这个是要冲到六位数 甚至七位数的比特币长线来看 所以我自己策略 我就是在低价的时候 我现货已经拉满了 然后我现在 因为我做交易做波段 然后刚好就来一笔仙钱 我就只是想要 那个仙钱是 可能是我现货的 那个仓位的不到0.05%的一个 一笔钱 所以对我来说是可有可无的 然后我接单也是可有可无的策略 那当然我 这个小的钱 我想要开高一点的杠杆 所以我需要预测的比较准 所以我的策略也不一定适合大家 对 所以我还没有接单 我还没入场 我还在等 因为我想要开高杠杆 如果开高杠杆的话 因为现在在这个范围里面交易 他一下就爆仓了 所以如果新来的新手 你们不想要那么麻烦 你们也不懂得怎么杠杆 或者怎么样的话 我建议就是买现货就好了 不用想太多 就拿着 叠的话不要乱卖就好了 当然不是投资建议 然后 对啊 然后我也想说就是熊 牛市的话 现在明显的是个牛市嘛 我是等回拉的时候 想办法找一个底 想办法去预测一个底 然后预测一个支撑点去做多 或者去买买入 我不会想办法去预测一个顶 我看到很多人说 哦 他听我说 比如说36,000是一个顶 他就想办法等36,000再卖 牛市的时候很难预测一个顶 因为这是直线上升的 很难预测顶 只是底的话 还有可能可以去接得到 对 所以我就等底 然后接一个多单之类的 或者现货买入 然后可以跟着一起涨上去 这是我的策略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比特币上前两天跌下来 后来又被买上来了 这非常非常强势 刚好合并一些新闻嘛 昨天有一些利好的新闻 就是那个OCC 不是不是OCC 就是那个 对 OCC说银行可以发行那个稳定币 有利好的消息 当然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利好的消息 跟这个 我不太 因为消息去做一些交易 因为有时候会被front run 除非消息 非常利好的消息出来了 然后价钱还没动 那可能可以去操作一波 只是如果晚了一两步 晚了三两分钟 其实来不及的 这我个人经验 然后目前我对这个价钱的看法 我认为是在这边ranging 所以比特币可能会在这边产生一个range 像我之前说的 然后这个range不一定定了 虽然我们这里有一个底 对不对 然后这里有一个顶在这里 只是这个 据我的经验 就这个范围不一定是固定 不一定定好了 所以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 然后我是让价钱去跟我说 什么时候定出来 大概一个范围 就一根上面一根下面 我觉得还没有定出来一个范围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差一点下来到daily的pivot daily的一个pivot在25,000 只是我们刚好这边又有一个支撑 一个月级别的支撑 月级别的支撑应该会比daily的一个r1 或是r2这种都要强 所以只我们新的一年 所以这个支撑还没有被测试过太多次 不知道多少人用这个作为支撑 所以我认为这边可能还会再形成一个交易范围 所以现在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子下来 我个人认为的话 如果真的要我猜测 我觉得可能会 maybe会突破上面 把它建一个更高的顶 然后可能会在一个更低的底 然后我觉得这个范围 交易范围会非常大 所以在中间的时候 大家不要 不要被 这叫chop around 不要一上一下一上一下 然后就一直来回爆仓这样子 或者来回损失 然后价钱 我还看一个简单的指标 我也不想太复杂 就是一个21的SMA 这个是比特币一般都会回拉到一个21SMA 这是50 21呢 这是21 这不是50 这21 我把它改成21了 所以21的weekly SMA 目前在 15000 我觉得这个 由价钱在这边震荡 然后这个价钱会慢慢被拉上来 拉上来 拉到接近20000这里 只是目前15000跟这还是有点差距 只是刚好价钱在这边 它这边逗留越久 它这个拉的就越快 所以我希望看到的是 当然市场不会听我的话 是在这边range一阵子 然后这个拉上来 大概到这里了 然后如果我看到比特币有跌下来的话 我在这里接一个多单 我是可能在21000 21000左右出头接一个多单 这我想做的 然后我这多单是可有可无的 所以我没有很着急 如果你们是在旁边等着想要入场的话 你们自己当然自己做自己的决定 只是我认为这是个牛市 所以如果不懂的话也不一定等 等这边的话不一定上得了车 然后我觉得还是很前期 我们要上六位数 所以至少还会再翻三倍 这我个人认为 然后我们在这边 再一个牛市 虽然跌大家都可能不喜欢 只是在这边形成一个交易范围是不错的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这上面没有交易的量 这个是交易量 有没有看到 这个一根一根的 是比如说在这边有人买 有人卖 有人买 有人卖 这样代表在换手 我们需要有人换手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基本上 这里我放这么大 才有一点点交易量 基本上很少交易量 把这个价钱推上去了 因为是没有货了 所以你看这里交易量这么大 然后这里基本看不到的 所以我是希望 如果要一个健康的牛市的话 就是在这边形成一个交易范围 然后把这个交易量 这样拉拉拉拉拉出来一点 可能应该不会到那么多了 因为这是一个好几年的一个熊市 在这里面 在这边range好几年 才形成了这么大的一个交易量 所以可能至少形成像大概这里吧 大概一万九两万这种级别 或者一万三这种级别的一个volume print出来在这里 然后这样子的话会有什么作用 就是会把很多人在这边套住 也代表很多人在这边看好 认为还会在涨 这其实就是市场一个心态 很多人在这边看好 认为还会在涨 才会在这边换手 才会有买卖 然后有人卖 有人买 就有人可能下面买的 这边值一点银 拿一些出来 来买个法拉利什么的 然后在这边ranging 然后有一些新入场的人就觉得 我们看好 然后这边就会形成一个很大的支撑 因为一般人不会想要损失卖 所以这边形成一个交易范围以后 如果我们再往上推 比如说推到10万 如果再回来砸到这里的话 这边会形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支撑 然后这对一个牛市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说一根线就冲上天 然后跌下来就没有底 然后我这个看这个线 这个图画这些软件 这里面我有 我这里都是crypto 都是加密货币 只是也可以看股票 贵重金属 法币等等的 如果大家对这有兴趣的话 这个软件 这不是软件 这是一个网页 叫做trading view 然后我的视频的下面的详情 有一个注册的连接 然后有免费的试用期 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下 然后回头可能 如果大家喜欢这些指标的话 我可以把这些指标都告诉大家 怎么样去设定的 我怎么画出这些线的 然后怎么看到这R1 R2 R3 还有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再多看一个指标 今天我们再看一个RSI RSI是说明这个市场的一个惯性 所以我们看到RSI在这个叫做 如果有研究这个数据的话 这叫做overbought region 然后一般的市场 如果到这边就是做空 如果在ranging的市场 只是在一个牛市的时候 它可以在overbought这边很久 甚至可以在这边一整年 然后我们希望看到是 它可以回拉下来reset 然后比特币就reset的过程中 比特币价钱不要掉得太疯狂 然后reset下来 然后再走 然后再推到一个新高 然后再reset 然后再走 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就是这一次牛市 对不对 这个牛市就是上来 reset再走 再reset再走 再重置再走 reset是重置 重置 然后我们就跌进来了 进入一个熊市 然后又上来想办法推 只是动力不够 然后这边又开始有动力了 我们这里在历史高 从来没有这么高的动力过 所以 有了 就是在这里 看不到的这个时候 这个是比特币几块钱 冲到一百一两百块的时候 这很久以前 对 然后这是个RSI 好 那我们进入新闻 新闻还蛮多 蛮多消息的 OK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OCC 还有Brian Brooks 被起诉了 他说为什么 为什么他们被起诉 因为他们在 他们要 就是Trump 要离开Office之前 推出了一大堆管制 然后没有给大家 足够的时间comment 然后就把这些 推出来了 然后州 我们是州 有州在起诉 美国的 Federal Government 所以就有八个州 联合起来 包括 美国的首都的州 District of Columbia 在 在那个起诉 OCC跟Brian Brooks 专门管制着银行 和Federal的一些规则的 然后这个之前 他们出的规则 我没有讲过 就他们想要 推出一些规则 然后是 就整个美国可以统一去 去那个 遵守的一个规则 只是目前是每一个州 都有不同的规则 所以那个每一个州 贷款 这是关于贷款利率的 抵押贷也好 或者是房贷这种的利率 他们想要出美国统一的一个贷款利率 就是每个州 其实有他们自己的利率 因为 有自己利率的话可以 就有的利率可以降得更低 然后有一些第三方的公司 除了 这些这种National Bank 以外的公司 他们也可以去做一些贷款 去跟这些National Bank竞争 所以他们是 这八个州是想要 其实是想要保护大家 因为在那个私人机构里面 他们做的一些贷款 跟这些国家银行的竞争 第一个 国家银行他们都有统一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你需要有多少的信用 然后有 你有多少的收入 你缴了多少的税 缴了几年 他们通过这个去批准你的一个贷款 甚至去批准你的利率是高还是低这样子 所以如果你的信用比较低 然后你的税如果都没有报 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 可能甚至不给你贷款 或者是 那个给你的利率稍微差一点 然后只是有第三方的 就是有第三方贷款的一些私人机构 或者公司 他们可以 你不用信用 也可以贷款 因为我觉得 像我自己个人认为 我在美国 我觉得信用这个东西 其实为什么要鼓励大家有信用 因为他们就想要大家去转债 就是贷款 然后你还款 然后你去交这个利息给这个国家 给这个国家银行 然后你就 他就给你积累一些信用 就让你可以再借更多钱 然后你借更多钱 你再去交一些利息给他们 再去还给他们 然后就给你 可以再给你借更多钱 只是这个指 这个绝大部分只 助于有钱人 就是有信用 有在刻意的去建立这种东西的人 只是一般 月光族啊 或者是 就Living Paycheck to Paycheck的 叫做 就是月光族嘛 就是经济比较紧凑的人 一般第一个 不会投资 就不说了 因为生活费都不够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们可能也没有去建立一些信用 这样子 所以对他们来说 贷款有时候会有难处 然后他们会靠这些第三方的一些贷款 虽然有时候利率高一点 只至少他们可以贷到款 然后第三方的利率 目前就有所知是比较高一点 只是高一点的话 至少还可以开这个公司嘛 比如说我开一个贷款公司 我给你没有信用 在国家银行贷不到款 那你可以来我这边贷 然后给你高一点的利率 然后你也 你可能也乐意 因为比如说你想要买一套房子 这样子 然后我这一个公司 我高利率 只是如果有竞争的话 比如说旁边还有十个公司 那我们的利率就会竞争了 我们就会慢慢的 利率就会往下压 因为我们必须要竞争 然后这样子对人民来说 才会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就是 你国家银行 你没有信用贷不了款 只是你在第三方的一些私人机构 可以贷到款 然后虽然有的机构的利率高 只是你如果很多选择了以后 那你就可以选 那我要再哪一个贷 然后这个利率慢慢压下来 当然一定会比国家的高 因为国家的应该是最低的 其实至少 让这些第三方的公司 可以去做这个事情的话 会把第三方的这些贷款 私人机构贷款的利率压低一点 所以他们说是 他们出了这个regulation OCC 出了这些 赶出来的一些这些规则 还有一些条款 会让第三方很难做 像这些私人机构 他们会很难 很难鼓 就是没有鼓励 那个私人机构 去做这件事情 因为他们出来的一些规则 给了他们很多法律的 regulatory uncertainty 就是给了很多法律的 很不清楚 所以就会 可能有的本来想要创业 想要做这种生意的 他们可能就不做了 他们不做的话 那第三方贷款公司 私人机构公司就会越来越比较少 那比较少的话 那就会有一两家都大 然后都大他们就可以随便说 我利率要多高多高这样子 所以他们 重点这八个州 其实是为了他们州的人民 去起诉美国的政府 因为他们是希望所有的人 在他们州里的人都会被保护到 哪怕是没有信用的人 也可以贷到款 也可以过一个 跟有信用的人 有类似的或者一样的生活 至少有公平的一个竞争 所以美国的这个OCC 跟Brian Brooks被起诉了 我们之前有说他们推出来这些 还有管制那个什么 Crypto的一个私人钱包 他们也是在通过在什么 圣诞节跨年的时候 突然就推出来一个 然后大家都在放假 没有人想这件事情 然后说给人家 大家多少天去comment comment去评论 然后评论以后 他们要看要不要改一些条款 这样子 所以就 就不太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Andresen Horowitz 一个VC 一个大的一个VC firm 他们也出来说了 说Fincent的 他们也是Rush的一个 non-vetted rule under the cloak of the holidays that violates government's own established rulemaking procedure 所以他们是说 政府本来就是 为了人民嘛 政府在这边 其实是为了人民去做事情的 然后去保护人啊 或者去 比如说人民想要什么东西 然后就向政府提出来 然后政府里面的人员 其实是代表人民的 然后去投票啊 看要不要去通过一个法律条款 只是Andresen Horowitz 为什么说 说那个 Fincent他们不好 因为他们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节假日的时候 推出一个法规条款 让大家去给他们意见 然后大家如果没有意见 我们就把这个变成法律了 然后他们就通过故意 用holidays覆盖住 然后也违反了自己 就美国政府自己的一些理念 因为美国政府的理念就是 就是为了大家嘛 就政府在那边是为了大家去做事情 然后以往是有60天可以评论 只是我们他 他们这给的这个 30天也好 60天也好 里面中间夹了好几个礼拜的 节假日 所以他们也说 就是有那个大资金的firm VC firm也来提出他们的看法了 然后他们提出来是关于Crypto的 他说Crypto你那个私人钱包 每一个都要都要去搜集 每一个人的 每个人的KYC 每个人的神秘验证的信息 其实不合理的 然后他们说扣掉了节假日 只有6天给大家评论 而且是还跨了一个那个节假日 这样子去评论 然后就把它变成法律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周开始起诉OCC跟Brian Brooks 出这些关于管制Crypto的 因为有他们去那个影响到大资金 我们有Billionaires 有大的公司 全部都投入的 然后被他们这样搞 所以他们是有钱去那个fight back的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去被起诉了 然后包括Jack Dorsey也有说 Jack Dorsey也是说 Jack Dorsey Square的CEO 他是说Crypto currency不应该归类为 那个他们现在 Fincense是把Crypto currency归类为Fintech Fintech就是比如说支付宝啊 或者是PayPal 或者台湾的Line Pay这种 Samsung Pay这种就是支付科技嘛 只是Crypto本身就是钱 像比特币本身就是钱嘛 因为我们可以互相交易 可以买东西买卖东西 然后他刚好就只不过他会涨而已 他涨也是因为法币设计的问题 然后也是比特币设计的一个方法 会让他有价钱的涨幅 只是他不应该被归类为Fintech 因为比特币本身就是钱 就比如说我现在拿了5000块美金 我把我自己拿了这5000块的现金 我要送给人家也好 或者要去买一个电脑也好 我最近买一个电脑 假设买个电脑 那我买这个电脑 为什么我要去KYC 我这个实名验证 我花这个5000块 我这个5000块要KYC吗 就不符合逻辑嘛 所以就只能看出来 就是政府对比特币和区块链 其实还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不理解 他们可能就只了解他们那些法律 怎么弄这个怎么弄那个 然后他们其实对区块链 还是没有很大的理解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一个小新闻 他指引我在这些地方对比特币的 Treasury Department 那么多了 会采取卖 中的经济 櫻化 应该放选搜索 和区块链 和区块链 把区块链 经济 无论 的 散费 不 所以Jack Dorsey他还有说的另外一个点 就是如果美国开始严重的去管控这个Crypto 去KYC的话 这些资金都会流到海外 然后海外的话对美国的经济是不好的 因为美国其实对美国经济好就是把资金 把这财富留在美国之内循环 然后再来就什么出进口这些生意这些的 只是如果美国去管制很严重的话 因为现在这个加密货币很流通 所以随便一个国外的一些野鸡的一些交易平台 大家都可以用 也不用KYC或者不用很严重的KYC 那大家就会这个资金就会往外流了 然后资金往外流不但有对美国的经济有影响 对人民的话也是有一点危险的 因为你比如说我去用一个平台在国外的海外的 不知道是注册在哪里的靠不靠谱的 然后平台跑路了或者怎么样的 我资金都被卷走了 那这个是根本原因其实是因为美国政府出了这些管制 让大家不敢用 大家不确定说这个会怎么样 然后大家就不敢用美国的一些机构的服务 所以现在机构在反美国的政府推出来这些策略 我们可以看到Jack Dorsey也提出来了 The Treasury proposal is also getting some pushback from the CEO of Coinbase and some big VC firms like Andreessen Horowitz Guys, back to you Kate, clearly regulation is the big potential outstanding threat to the price of Bitcoin I was interested that his main reason for the pushback was that it could lead to more nefarious use of Bitcoin if it got pushed onto other exchanges The question is what volume of transactions would take place on those other exchanges versus ones in the US and elsewhere that might fall underneath this regulation Right, and his argument and that of the people like Katie Hahn from Andreessen Horowitz have said that this might actually end up doing the reverse It could push people to exchanges abroad But some of, I mean if it's illicit behavior anyway You don't know what percentage of the transactions would actually be for things like money laundering But really interesting He also makes the point that there isn't this type of regulation for cash And he says it's going over the top here So really interesting Dorsey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outspoken advocates of crypto So he definitely is coming out of here strong The common period for this rulemaking ended yesterday So we'll see what the next step is here for the Treasury Department 對呀, so像我之前說的就是他們提出來這個規則 银行的一些規則還有關於管制這個Crypto的規則 昨天那個做評論的窗口結束了1月4號 所以接下來會怎麼樣發展也不確定 只有我們可以看到有機構在往回推有pushback了 就是政府想要来打压这个 或者来控制这个 他们不懂不太懂这个 只是有机构在推他们 跟他们说也不能这样做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 其实是比特币的价钱往上 往天上冲 因为越多华尔街的 Wall Street的 越多这种对冲基金 它越多这种大型的机构 越深度的投入这个资金以后 美国政府就越来越不能 去管这个东西 因为有资金嘛 有资金的话 美国政府出什么条款被起诉 或者这些人会去fight back的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 比特币越来越大 它的market cap越来越大 它的就整个价钱也越来越高 其实它价钱越来越高 也会对于机构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机构才比较流通 像我们之前说 那个BlackRock Capital 它的资产就是比特币的十几倍了 目前比特币市值的十几倍 他们根本就没办法入场 他们如果想要大量的入场比特币 他们没有太多的办法 所以他们可能就只能通过收购 已经囤了一堆比特币的公司 比如说像MicroStrategy 或去直接收购Grade Scale 也有可能 所以对于这种大型的 超大型的一些机构 他们还是没办法大量的入场 只是如果比特币的market cap 到了5 trillion 到了10 trillion的话 他们就比较流通了 他们就可以入场 可以进进出出的 他们比较好流通 然后比特币对他们来说用处会更大 所以我们需要比特币往上冲 然后昨天的很大的利好消息就是 美国的政府OCC推出说 银行可以发行 稳定币 然后包括他们可以叫做 Run一个Independent Node Verification Network 就是INVN 其实就是blockchain的意思 其实就是加密货币的意思 所以他们弄得很复杂 让大家听不懂 因为如果 你想象如果美国政府出来发一个公告 说那个crypto可以存在银行里 那大家就疯了 然后他们也会 对他们形象也不好 所以他们就创造一些那种很复杂的字 让那种一般人看不懂 他们到底在干嘛 其实就是开放这种公开的公链 然后公链的话 这对什么利好 这对所有公开的链都利好 不是那种 因为有的链是比如说公司自己内部的 所以这个对于以太坊 对于波卡 Polkadot 对Stellar Lumens都不错 然后Stellar Lumens也有 就是XLM 我们先看那个以太坊 这个信息出来的前一天 以太坊就爆拉了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根 这一根冲上来 这是那个消息出来的前 可能十个小时吧 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有内部交易 可能有内部的人已经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就直接先入场 然后冲上来 为什么呢 因为USDC发行是在 那个以太坊生态的 然后包括Gemini的USD 什么很多好多的USD 稳定币都是发行在以太坊的生态 所以这其实是对以太坊利好的 然后为什么对以太坊利好呢 因为银行如果要囤 要发行这些稳定币 然后要转可以转这些稳定币的话 他们需要付以太坊的交易费 然后以太坊的交易手续费 目前来说必须要用以太坊来支付 所以他们一定要囤以太坊 所以这边已经被front run了 已经有traders 或者做交易的先买下来 然后高价卖给银行 未来在未来高价卖给银行 然后还包括我刚才说的一个stellar stellar是xlm这一个 这个最近也有一个涨幅 它跌下来也有涨幅 因为我忘记是哪个国家 好像是Ukraine Ukraine是什么乌克兰吗 乌克兰说要用stellar 作为他们的一个 发行稳定币的一个 一个网络 所以stellar是有点像以太坊 稍微有一些机制不一样 大概是像以太坊这样子 他们不是用stellar本身 作为他们的货币 只是用stellar的网络 去延伸出来 做出来他们的国家的一个货币 所以这边我们可以看到 有一个大涨幅 是因为 应该是因为这个消息 然后也是 stellar的话也就是交易手续费 什么在他们的网络上 使用这个的时候会产生手续费 产生手续费的话 对于stellar的价钱会上涨 因为应用量变多了 应用量变多了就代表 大家都需要有一些stellar 才能付这个手续费 大家都需要有一些stellar的话 就大家都需要买一点 买一点买一点 就增加购买压力 然后这个价钱可能就往上涨一点 好 然后我继续下一个话题 俄罗斯 这也是我昨天才想到的 我是看了别人的频道 然后才想 这还蛮有趣的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所以现在基本上是俄罗斯 俄罗斯的中央银行 想办法避免资金外流 为什么大家资金想要外流 其实就想要投资 比如说美股 那为什么大家想要投资美股 因为美金好 美股对美金是涨的 所以美股在涨的 然后美金是在跌的 然后为什么大家想要离开 Rubles呢 因为Rubles对美金是跌的 我们可以看到十年前一块钱美金 需要36个Rubles才能买一块钱美金 然后现在要70个Rubles才能买一块钱美金 然后这代表着说这十年来说 这十年来说的Rubles对美金的购买能力降了一倍 那如果这时候你是持有美金的话 你保住你在俄罗斯的购买能力 保住了一倍 然后更好的话 如果你在美股的话 因为美股是涨的 美股还超越美金 所以你在美股的话 还比这个一倍还要多 所以大家才会想要投美股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中央政府 在想办法控制资金外流 然后他们也有打压比特币 他们说这是为了保护大家 因为风险太大了 当然都是这样说 好像为大家好 其实并不是 他是希望他们可以控制住 这个俄罗斯的一个法币 比如说我是政府 我在发这个币 我当然希望这个币在这里是有权威的 如果大家都去用比特币 或者用美金的话 那我不就失去我的 对于这个国家的一个管制和一个控制 就假设 我就随便举个很简单的比方 假设军队 军队他们的工资是俄罗斯币 那如果俄罗斯币 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了 然后大家都想要美金的话 那这个军队会怎么样 这些发这些工资的 你发给他们 他们不想要的东西 那他们就比较不会为你做事情 实际上他们当然不能这样告诉全世界 大家 俄罗斯的人他们肯定就说 我们是要保护你们 因为美股涨得太凶了 或什么的 然后风险太高了 然后说这些太复杂了 有一些投资产品太复杂 所以这边说 所以他们其实不是在真正保护 他们是在避免资金外流 只是打包的好听一点 所以我也不太适合做那个政治的人员 因为我我都直话直说 就简单粗暴就是他们不想要资金外流 然后他们想要保住他们的权威 在他们国家内的权威 然后这边也有说他们 unqualified investor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定义 可能是要注册 或者要有一定的资金量 才能去做某某某的投资 只是对于一般的韭菜 我们就是unqualified investor 然后他们避免了大家 他们有一个上限 每个人 每个unqualified investor 最多只能投资八千美金的加密货币 每年只能投八千 那我其实很简单 就如果我是俄罗斯的话 我自己 这可能进入一些 有点像那种conspiracy theory 但不一定是这样子 只是我自己会怎么做 如果想要保持我的权威 在这个国家 那我会 然后我看到了比特币 是以后美国和全世界 都要接受的一个 一个交易的一个货币 或一个工具 对不对 那我当然不想要我的人民跟我抢了 如果谁囤的比我多 那他以后就有权威 因为毕竟在一个资本的一个世界 就像我刚才说的 如果都没有人要 那个 rubles了 然后比如说军队 我们发 那个工资 发那个 是发比特币 那大家肯定愿意听 听话 所以那要怎么做呢 就让大家说 你们不准买太多 你不买太多的话 那我自己在囤 我一直买 我印自己钞票 然后一直买 然后最终的话 大家都只有 每年比如说买八千个 然后我这边在大量的买 然后最终 如果 rubles真的 GG了 这个法币做死了 然后到时候最终真的进入一个比特币的世界 那我是俄罗斯政府的话 我有很大的购买能力 因为我持有大量的比特币 那么 我可以通过这个 因为全世界都认可这个嘛 所以大家都会想要这个 比如说 哪怕是想要离开俄罗斯的人 他们也想要这个 那他们需要赚钱 需要赚比特币啊 那我这边有 那你们就听我的话 我叫你做这个 做那个 就会听话嘛 然后就会去做事情 然后包括像我说的 最简单的就是军队啊 警察 就会听我的话 因为我发给他们工资的 我发比特币 比特币全世界都认可 大家都想要 然后他们就可以去执行 我想要执行的一些法律 或者做一些事情 这样子 然后最后我们来 用一个好的一点的消息 比较利好的消息来结束吧 今天最后一个消息就是这个 Institutional herd is here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CME跟LMAX LMAX也是一个机构使用的一个 购买比特币的一个工具 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在比特币暴跌的时候 交易量达到最高了 这个机构的交易量达到最高 然后价钱没有跌下去嘛 所以代表是这个机构 当然是有的是卖 可能是卖的 只是有更大的量 把它买起来了 因为价钱又冲回去了 所以这边又是有一大批的换手 然后有数据说明是中型的一些金鱼 一些桩 持有10到1000个比特币的 这种大小的机构 或者个人也好 在这个回拉的时候 这边卖出 是他们卖出了 就是这种中小型的机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1000个以上的币的地址在增加 所以机构还是在积累 大量的积累 所以1000个以下币的人卖了 然后1000个以上币的人 一直在买 没停 然后这也符合我们刚才说的故事 我们可以看到 就这么多个机构都持有比特币 然后总共持有了23 billion的比特币 然后我们在那个单日 它爆跌 比特币爆跌的那天 单日爆仓了2 billion的期货的合约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爆仓了以后 大家就吓到了 然后就不敢动了 然后就进入一些uncertainty 就大家不太确定 我要不要买还是要卖 我们可以看到 open interest在下降 open interest就是 就是由价钱走 然后大家对这个价钱 看好也好 不看好也好 就是做多做空的量 叫做open interest 然后现在就是做多的也少了 做空的也少了 稍微进入一个consolidation的 就是我说的 可能会在这边横盘 然后跟这个新闻也符合 所以现在就不确定 然后在这边横盘 希望可以把这边建立 然后可以印多一点交易量在这边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比特币又要想办法重新高了 然后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为止 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欢迎加我微信 只是微信的话 我发现你们太多人了 所以消息我本来想说 每个都会回复 我要打个招呼 只是我真的回复不来 包括视频的评论也是 对视频评论区有冒充我的骗子 所以我从来不会要你们跟我一起投资 从来不会要你们转钱给我 不会跟你们要钱的 所以任何人拉你们去投资 叫你加他什么的 全部都是骗子 对 然后今天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 然后谢谢大家的关注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帮我分享 订阅 然后评论 我们下次见